來到銀行內 原來有民眾稱自己的賬戶 被警示 想重新補辦提款卡 行員察覺有意 擔心民眾受騙 因此是趕緊通知警方來道場協助 但你看 稍早畫面 事發在臺北內湖區的一家銀行 這名趙姓女子接獲 自稱是警察人員來電 稱他的名下帳戶遭人盜用 作為人頭戶 為了案件調查 要他解除警示帳戶 因此是要求他把提款卡 郵寄到指定地點 好在當下警方是立刻到場 查證是詐欺集團的假檢警 詐騙手法 立刻是讓銀行人員 來停止辦理提款卡的業務 也成功阻止民眾成為人頭戶